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望透过提升业者的自主管理能力 树立餐饮卫生的典范 让消费者安心享用美食 更能带动整体餐饮业迈向更高品质的服务水准 食品安全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卫生局照顾市民健康最重要最基础的政策之一 我们在2023年10月推出了卫生自主管理 这个政策在2023年10月推出以来 经过一年的时间 我们陆续邀请 原本就参加我们优良食品分级平和的业者 还有我们更多的店家能够加入 作为基隆代表性的海产餐厅 基隆港海产楼不仅以精湛的烹饪技艺闻名 更响应基隆市政府卫生局 所推动的餐饮业自主管理计划 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永续经营的决心 像我们食材管理在大型冰箱里面 我们都是把海鲜 以海鲜比较容易感染的 都放在比较下层方面 蔬菜的话都放在比较上层的地方 让这两个食材比较不会这样交叉感染 就是器材的管理 像我们这些盘子啊 还有碗筷什么 清洗完之后都会用高温的热水再消毒一次 让 不会让它有去运之身这样可以 食材配置的过程的管理 比如说我们有砧板 就是都会分成热水冷水 或是分成区域 有生死的区域 还有热水的区域 不仅重视烹调区的严格滚控 基隆海产楼更建立了完善的 环境清洁标准作业流程 从餐具消毒 环境消毒 到人员卫生管理 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业团队细心把关 这当然我们属于比较大型的餐厅 当然在基隆市是 就是要做第一个榜样 类似这样 我们如果有 有那个自主管理的标章 客人也会比较安心的上门 基隆市卫生局精心制定餐饮业 卫生自主管理五大关键指标 全面涵盖了 入口周边环境维护 人员卫生管理 用餐区环境管控 烹调区安全把关 及厕所清洁维护等面向 在这一套标准下 餐饮业者不仅要专注于 佳肴美专的制作 更要以顾客为本 从环境服务 到餐点品质的每个细节 都力求完美 透过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 不断精进服务水准 打造优质的用餐体验 进而树立基隆餐饮业的新标杆 卫生自主管理 陆续有很多的业者加入 截至今年十月 一年的时间 已经有超过六百七十八家业者加入 那卫生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打扫 就是中午要打扫一次 晚上也要整理一次这样子 就是固定的 就是像厕所啊 外面啊都是我们就是中午差不多 因为十二点多就是 比较有客人嘛 等客人走了我们就稍微再整理一下 那晚上也是到差不多八九点就是我们都会再整理一下 像厕所也是一样 每天都要整理好 每天一早来的时候都会先做一次清洁 一般就是八点八点半来的时候 我们环境就会先整理一次 对然后整个作业完了之后就是出完餐到一段落 然后中间空档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就是先清洁一部分 对每一个人有负责的区域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会把各自负责的区域 大家按各自的时间去分配好 所以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一个负责的 所以才能够把整间店就是用得很完善 为了要顺应数位时代的脉动 吉永市卫生局创新推出卫生自主管理标章制度 突破传统公文往返的框架 改以更灵活的社区媒体LINE平台 进行及时互动与管理 卫生自主管理的政策在2023年10月推出以来 经过我们的分级平和优良店家加入 也邀请更多其他的业者加入 我们也透过跟这些业者的LINE群组 遇到特定的食安议题的时候宣导讨论 期待透过各个面向把我们的食安做到最好 吉永市政府有在今年针对这个卫生自主管理的政策 透过民调公司帮我们做民意调查 结果有85.6%的市民 对于这个卫生自主管理的政策表达认同 我们将持续在市民的认同状况下 推动卫生自主管理的政策 让业者持续加入 我们持续透过相关的资讯 让他们做到更好 民众也可以持续的温馨提醒达到双赢 用心经营的餐厅不只做出美味佳肴 更重要的是提供安心的用餐环境 吉永市卫生局推动餐饮卫生自主管理 正带领在地的餐饮业者 一步一步朝向更高品质的服务迈进 在基隆 我们不仅吃到美食 更能享受到安心放心的用餐环境 记者蔡小军丁克宇 余孟贤 基隆采访报道